國務委員會優先發言郭國文 郭議員 謝謝林英錦議員林主席 那個 首先我想要請教 我們幹部局的吳宗榮吳局長 吳局長我現在是在 地方上在驚討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現象 蘇雲的這個工程 他在時間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作用工程作為一個時間區 這樣不行 那個 他是借用公設是有一定的標準 像像我們在家住對不對 我們的頭前的倒樓 假設八米大概可以借三分之一的寬度 去放梯子 整個公共包起來 這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嗎 對 不太可能你確定 對 你確定齁 除非他是還沒有開放 我今天比較文學 吳局長 你真的你確定不可能就是了 那 我要這樣講 第一個 一個台南縣的公園都是七公所 在處理 阿 我是認為啦 七公所也不太可能 去同意把整個公園 真的很好啦 那裡公園齁 我看那裡公園齁 是整個都包起來 剛剛好不是去台南縣 也不是公所的 阿我看得很服氣 阿其他齁 那邊公園齁 那裡公園齁 整年烫天的 我來報好沒有 我來請教一 這個公園都包起來 我看的那塊是在哪裡?在何一路那裡 何一路的公園 那那塊整個包起來,你塑料看看 這個公園就給輸贏,那是市工区的輸贏 好,我現在外面回來大家請教一個問題 如果公共的工廳 可以輸贏的拿來贏嗎? 你要怎麼處理? 公共工廳 他就說第一個,他輸工要借用 如果有那個借用,當然有一個計畫的損益 如果同意的話,當然是可以借用 可以借用,如果是都沒有賬 借地有用,把你蓋去公園有什麼 那這要怎麼處理? 現在就是我們做這個公園 那就是市負法包的工廳,這要怎麼處理? 我們這個做一個公園工廳對不對? 像我需要放梯啊,放木頭 那我要這一塊地,那政府會去審查 那如果說,這樣適合,因為我們的經費 像說,我們沒有一個商務不換的經費 簡單說就是要人家借嘛 要人家借嘛 對,一定要借過同意 事後要回給觀眾嘛 就像我剛才你鑑譜,你要來借一個 我旁邊,我有一塊工廳 你也是要過來挨拾自己 一定要回原廠 那我們的公共工廳,我請教一下 北辰橋跟我們有關係 北辰橋是水利局在施工 水利局在施工,好啦,水利局 市長,北辰橋是你的工廳嘛 你們北辰橋的工廳齁齁 那機構齁,任意放置在隔壁 還要破壞土地 人家地主一人歡迎的時候 他說,喔,你們這地有到要地層下線 那機構齁,那機構都在這裡 事前都沒有挨拆一下 你看這要怎麼處理得好 廠商有這樣的情況,我們會邀地主跟廠商來 來跟他表達 事前沒有挨拆 事後人家來反應 又是人家地壞 又是人家屁上 這最厚實了啦 政府這個行商真的很壞 你隨著公共工廳的過程當中 你贏到人家的土地 事前沒有人 稍微問一下 二車屬後人家來反應 又是大小聲 又是人家的壞 那東西呢 其實都在這裡,上面都在這裡 我稍等來看你聯絡人 什麼人來帶我拿 好,是 這我們要處理 要隨處理喔 是 這真的是政府行商的 壞的都是這些傷害的 你才知道 局長請說 是 委長,我繼續大家請教一下 不好意思,讓你多萬一 另外一個部分 你也知道 最近我們英空家 一塊肉塊賣了 你這個軟體設計園區 價格賣了蠻高 賣了不錯 你才知道賣多少 要賣多少 大概是十九萬 中所 中所 那就是二十七億到二十八億 不不不,你鄉親 對,差不多二十七億 如果加上我們朋友是在英空叫的稅金 聽好說 今年獎金也超過五十億 我要請教一下 這五十億 當中 明年你去開牌道路 雖然我們今年的牛算 有一部分用三豬條 今年要對加牛算 那不是 去年那三十幾條 對,那個公務小組已經同意 我們今年在六月分會全部中 那你今年那邊加牛算的時候 要開牌道路的時候 請教一下 你多收入一年五十億的英空 你要開牌幾條道路 這個 跟郭委員報告 因為 看議會 如果說議會在六月分 你不要這樣看議會先看你 對 我真的要來請教 你看我 我不知道 不是,我現在是說 機會有要給 對加其他意思嗎 沒有啦 那三十幾條 那三十幾條 我說今年年多牛算 你有要編列嗎 如果議會大家有共識 不是,議會有共識 沒有共識 那一開始就有共識 那沒有用個案卡通案 對 我就要請教這個問題 依你國人的看法 不要說議會 如果一個地方 一個區 公憲到市區五十億 紀念 他開牌道路的時候 每個人都變五千萬 你看這樣才會搞事情 我跟國委員報告 那一%都沒有 我跟國委員報告 這 以前我記得議會 像追加預算 很多都還是有 道路跟公園開闢的最佳預算 沒有啦 那個道路 追加預算 另外一部分 你意思說追加預算 要放下去嗎 就是說以前 也有這個案例 好啦 阿你這個 當然你要放下去 放那麼多 你也可以標示你的意見 跟國委員報告 大概最基本的會 兩三條應該沒有問題 這第一點 這第一點 第二點因為 兩三條 再來 因為現在 永康地區 我們十月份 十月底 馬上會把那個 泡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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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中夾的就好了 是 那 我想是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議會有這個共識 我強調 以前的議會是有這個共識 我重點是議會 重點是要分配多少 這錢要怎麼分配的問題 這個 你這樣是可以要求 這個地方是怎樣 加工建設 因為這個地方 土地的 出金 多二十七億出來 你可以標示這個意見 本事就要做一個公立的建議 我想台中的我們的主席 林議員也不會反對 我們的李議員也會贊同 對啊 道路開票 你英雄是很大的問題 君國委員報告 您這個意見 我們馬上回去君市長 至少三條可以不可以 你兩隻三條 對 如果追加一算的話 我再來說一下 鳳梨 北敵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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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街二街 都是六米道路 不然街二街 都在十二米 不然街營 英雄的澎湯里 人口所不斷行動 單獨立澎湯里 當中六九年 英雄中尼所 行動四千人 立澎湯里 就行動一千人 因為這個 東風機械的澎湯沒開票 他要怎麼稱我 我跟國遠報告 這個 我的看法跟你是一樣的 謝謝 永康最缺少的是公園跟道路 對 沒有錯 所以 所以 應該再來加強 因為否則這個公設施 這樣子弄下去 人越多 生活品質會越少 對啊 人越多公設比率相對越低 對 這部分我會跟市長報告 那當然還要財富能夠 能夠租稱 財富能夠租稱 財富常常要用英雄的錢 體育百元 早晚會被面子 我跟你說 是啦 那今年又多收二十七年 要撤海海 我現在不知道 所以不用拔拔拔拔 道路跟公園 委長 麻煩你回事 來深思一下 在英雄這個土匯法的所在 在新公所 整個台南市 行動三千七百歲 不然獨得英雄這個 單獨 就行動到四千 我相信你我 大家都很煩惱啦 銀口手心去這麼多 公設比例越來越低啦 道路公園 搞不好 我跟你說 我反省到中央省到中央省的時候 我還要來請教 還是在市長請教 我們整個英雄市 搞不好也不要說 輸一個區啦 搞不好輸一個里的公園面積啦 我現在去查這些資料啦 所以我們拜託一下 最起碼路的開票 多三條 很多很重要的道路 譬如說 南大街75巷 那是哪個問題有夠大一大 麻煩優先品列 譬如說 人口非常密集的 齁 我只能說這個 烹烹的地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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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一個 最起碼三條 比較多 當然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越多越好 英空其實是需要 欺騙更多的公共設施 尤其像你說的 公園和道路 拜託一下 市長專案報告一下 我們英空地區 都要改變 因為收太多 這樣可以嗎 這我們回去馬上跟市長報告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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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